伤队的伙计都睡了 放心吧 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的 你也不问她 是谁雇佣的他们 雇佣他们的人 一会儿自己就跳出来了 我看那些拥兵团的人 也不怎么样啊 怎么能打伤那么多 萧家子弟呢 来了 保护好他们 是星云阁的剑坊 日月同会 廉霄兄弟 难道你是星云阁的师兄 咱们老宗主 与星云阁的阁主私交甚好 大家要是有什么误会 可先要说开来 别伤了阁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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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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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子 做人保镖也就算了 你们还滥杀无辜 云山那个老乌龟 自己不证 没想到手底下的弟子 也这么饿 竟敢出言污辱宗主 你的死期到了 一个家猎弼 想必是请不动 你们云兰宗的 说吧 你们究竟是奉谁的命令 来为难萧家 你们为什么要袭击 萧家的车队 我生平最恨的 就是欺负弱邪 像你们这种滥杀无辜的人 该死 你 我不傻 废了你们的斗气 让你们也尝尝普通人的资 你 废我斗气 我要够宗主 还你四十万顿 那个老乌龟要是赶来来 我就 谁在这里骂我 好 石宗主 别过来 你是谁 在下 颜小 星运阁弟子 拜金老宗主 我 剑法 是韩风教的吗 全是韩阁主所授的 日月同徽剑法 就你这几手三角猫的剑法 也叫日月同徽 你的怒施狂刚呢 你怎么会萧家的功法 你到底是星运阁的人 还是萧家的人 ią 肩大股啊 保护商队 作为 делает 他们送给我 这份功法 小湛 用自己祖传的功法 来做生意 也是目 глаза到底啦 就凭 棘手三角猫的功夫 就败 我把你们的斗气废了 我们不知道他会怒施狂告 被他偷袭了 自己斗气不够 就敢偷跑出来 去吧 把伤队的人全部杀了 让人家说我们言而无信 是 是 等一下 你们不能杀他们 你倒有几分骨气 我跟你们韩阁主有交情 看在他的面子上 你赶紧滚吧 那些伤队的人 他们都不是斗争 都是普通人 你们这样欺凌弱小 算什么名门正派 你不怕死吗 当然跑 可就算死 我也不会眼看着这一切发生 好 言消是吧 杀几只蚂蚁 你还不用我亲自出手 如果你 可以跟我过三招的话 我今天就饶了你 好 三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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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狂哥 我 别想没死啊 愿赞领一招 走 哪有了 帮帮忙吧 我不能用异火 也不能用玄仲齿 愚蠢 就算你玄仲齿 一伙都用上 在他手底下 也走不过三招了 异响天开 那就看着他们 把伤队的火箭 都杀掉吧 豆漆大陆强者为尊 你自己都保不了了 还想保别人 眼看他杀害平民却不管 当斗者何用 算了 我自己来 我把豆漆 关到你的身体里 可以挡一招 但这第三招 你要自己想办法 我刚才 只用了一成豆漆 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你在哪里 那 나는什么 以为他的尊重 准备在一起 谁能那儿 你 他不认为他 但是怎么还没有 你 케生 我给他 我看他 我可以 殿下哥哥 你的斗气 哪位高人 你再跟我开玩笑 出来 出来 爹 第三招 走 走 走 文殿的离魂术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你还不清楚啊 云山老孩 邪魔歪道 你以为我怕你吗 你 小英哥 小英哥哥 眼睛怎么了 我用斗气 闭得眼睛重新 这次闭团了那个老乌龟 雪儿 你帮我护法 我要疗伤 好 快 快 醒了 你知不知道 你全身经脉都断了 我把云山老头给吓跑了 说出去谁都不会信 也好 好 我们修炼下一层坟爵 修炼这一层坟爵 讲究的是大泼大利 全身经脉都必须碎裂 这样说来 云山老头倒是帮了你大碗 这个罪受得值啊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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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来吧